你也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 对 康纳是找我谈过 而且我已经看过他们的企划案了 说实话 我觉得 挺心动的 哦 所以我想知道 作为GK这次的代表 你还有没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呢 我比较想要知道 凯文你心里在想什么 如果 你愿意把 这里 当作是 我们之间的 是 谁这么傻风景 不要接了 不行 是陶老师打过来的 我要接 喂 陶老师 没有没有没有 再开会 明白 所以你想让李 你要让李小姐来负责 策划这次展览 李晨颖 又是你 李晨颖 李晨颖 我绝对不会 善罢甘休 不是 我 李晨颖 的 原本 是 你 而你 让你来 才可以谈画展 强将手下吴若冰 李小姐 我看过你这次的企划书了 我很喜欢 谢谢孙总 谢谢孙总的夸奖 那您对于我们的合作 康纳跟GK 是我们国内目前 两家最大的策展公司 实力相当 而你 跟依凡 也都非常地优秀 所以如果是我失去 你们任何一边的话 我都会 舍不得 所以我决定 这一次的画展 就由康纳跟GK两边 合作举办 合作举办 孙总可能不太了解 GK与康纳 一直都是竞争的关系 我们不太可能有机会合作 那就让这次变成你们的第一次嘛 我就不相信这个世界上面 有什么事情是那么绝对的 就好像我原本认为 立齐跟陶老师 他们应该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可到了今天 谁说得准呢 是不是李小姐 那天帮人离开实在对不起 没事 反正你也让我顺道看了一场好戏 好戏 孙总怎么会有这样的闲情意志 关心别人的私生活啊 没有 我只是随口说说而已 虽然陶老师跟李小姐啊 立齐啊 他们的私生活都非常的有趣 非常精彩 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唯一在乎的就是 这一次的画展 能不能够顺利地举办完成 我想 钟总 你应该跟我在意的事 一样的事吧 那肯定 孙总不用担心 只要您放心地 把画展交到我们手上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好 那我就静候佳音了 对 对 这一次虽然是康娜跟GK 共同合作的 但策展人这边 就交给李小姐来担任 谢谢 倒也不用谢我 因为这不是我的想法 要谢的话我想 李小姐恐怕要亲自去 感谢陶老师一下了 因为如果不是陶老师打电话给我 亲自嘱咐这件事情 我倒是很想把这个机会 让给其他人 告辞 各位 我有事情要宣布 家武这次表现得很好 谈定了TYF 这样我们的案子 就算成功了一半 恭喜你 家武 恭喜啊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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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啊 嘉武 恭喜了 恭喜啊 嘉武 嘉武啊 你才没来多久 这业绩 已经快追过我们了 这让我们的压力很大 有压力才会有动力啊 嘉武 我没看错你 继续加油 GK 我会继续努力的 好了 没事了 工作吧 没想到 黑熊少侠挺能干的 真的挺厉害的 可能是我之前小瞧他了 不是 他多久了他等下来 就是啊 他一出马城了 真是有能力的 陶宇飞真的答应你了 我跟他上次态度很坚决 当然了 他亲口答应我的 我跟他上次态度很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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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你跟他上次态度很坚决 大人 我跟他上次态度很坚决 就不劳定了 我而言 就说 不想要 他一会儿 我以为是什么大事 由于每个人都在 这么说 你同意了 酒杯 所以说 酒可能是春肠的毒药 也可能是救命的稻草 可是他喝醉了 会不会不认账啊 陶宇飞这个人吧 虽然脾气差了点 长得嘛 也差了点 不过我觉得他人品还是靠得住的 别人可能不认账 他 我相信 一定说 应该是 明白吧 我还会不会 好像ron 都说 我们银行 没闻 我们 我没电影 我还以为你会生扑雨飞 跟他表白呢 我怎么敢做这种事情 你大学的时候就敢 怎么 现在长大了 胆子变小了 我那时候太傻 太冲动了 现在可没有这个勇气 再说 他现在一定很难过 应该没有这个心思吧 谁说他没有这个心思的 你该不会是在想 因为雨飞跟丽琪刚解除婚约 你不想趁人之威 让他冷静一下 这理由也太蠢了吧 你觉得雨飞现在是失恋吗 不是 他现在是失忆 你这个时候不在他身边 什么时候在他身边呢 李晨英 你真的不像我认识的你了 可是 是我告诉学长 不要再见面的 那你就应该亲自去跟他解释啊 我还以为 凭你的本事 帮GK拿下孙总的案子 根本轻而易举 现在好了 给康纳捡个便宜 这可不能怪我呀 老板 要怪就怪你管不了自己的男人 我说错了 陶宇飞现在不是你的男人了 你够了 你不要以为我看中你 就蹬鼻子上脸 记住你自己的身份 老板现在已经恨死李晨英了 你闭嘴 不要在我面前提到那个女人的名字 他现在有陶宇飞当靠山 以后一定会更加嚣张 单凭老板的力量 恐怕应付不了他喽 更可恶的是 陶宇飞让他当策展人 是想让谁难看 你也别生气 事情不到最后 谁输谁赢还不知道 你也别生气 詞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单挑是吧 有点给我单挑 不知你现在到底好不好 是不是还那么的骄傲 一个人抱着帽 在夜里满跑 就怕被孤单给拥抱 我爱你 你要我等多久 我来是想要谢谢你 孙总说 是你让我做这一次画展的策展人呢 我知道 以防万一 我已经把你在餐厅外的话 完整地传达给他了 我对于飞 是宁愿我受再多的苦 也不能让他受半点的委屈 我对于飞的爱 比你多出一千倍一万倍 你说的那些话都是真的吗 那你呢 你对我呢 七年前 我以为有了梦想 就可以放下一切 包括你 可没想到 最后还是办不通 七年后 命运让我们重新再相遇了 不出意料 我又重新爱上你了 而且无法自麻 我现在才明白 其实我的梦想 一直都是你 我爱你 你说曾经你会来过 如果是那时候 好想对你说 很对不起 在每次深呼吸 还很清晰 那生结前几的 我在餐厅门口说的每句话 都是真的 我知道 我不来找你 你就不来找我 是谁说不见面的 这么听话 好啊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人吗 应该是说 你是我的人才对 还来不来得及 听你声音 心口告诉你 你 依然爱你 这话里的人是 我 没错 我给他取的名 难忘 原来这就是难忘 孙总一直想要的话 就是这一幅 我 这么多年来 不只是孙总 很多藏家都想买下来 可是在我眼里 她是我 唯一能够接触到你的东西 是无价之宝 怎么可以用钱来衡量她 学长 刚刚到国外的时候 我总是想着你 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后来就有了她 我有这么可爱吗 那个时候的李晨英 确实很可爱 现在不可爱 现在 在 更可爱了 没想到难忘 让我实现了梦想 找到她的主人 我现在该物归烟除了 给我 这幅画本来就是为你画的 而且 现在有了你 就足够了 是你的 也是我的 是我们俩的 是 是 你的 我 一 今天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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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做什么 给你打电话也不接 短信也不回 害得我还得特意跑来一趟 陌生人的电话跟短信息我不接的 陌生人 算了 我今天是来告诉你 别忘了明天的讲座 时间和地点 都发到你手机里了 一会儿自己看吧 什么讲座 陶宇飞 耍无赖呢 那天晚上 你跟谁喝的酒啊 在酒吧 跟我玩酒活失忆呢 我可不认啊 你不说 我都忘了你那天 陪我喝酒的事了 记得就好 学长 没想到你可以画画了 佳武 小燕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来找学长吗 佳武 恭喜啊 小燕 平时别走出眉头 跟做错事的孩子似的 好 虽然 我不希望你身边站的人 是陶宇飞 但是我只要你幸福 开心 就好 佳武 明天的讲座 我一定会懂 我一定会知道 你俩 一学会出 rut 你米的 我还没想到 我才是一学会的 但你不认识 你不是我 你不认识 那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我哪个人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 我今天 我 我叫邱家武 我 重新来吧 重新来 你要不要看一下 别紧张 把我们全部都当 萝卜青萨就好了 加油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 我叫邱家武 今天是 对不起 怎么回事 你一句话都讲不完啊 不是说的准备好了吗 你这样 周伟姐 家武是昨天为了说服 我替YF喝了很多的酒 而且又加上感冒 所以今天 嗓子疼 对吧 周伟姐 要不然 我再试一次吧 都下班了 搞什么呀 还有约呢 好了 今天就到这儿 你准备好再来 你们下班吧 好 下班咯 回去吃大餐咯 链咯 家武 这是最后一步了 千万不要功亏益篑 周伟姐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监督他的 他没练好 不准他吃饭 反正绝对不会影响到明天的讲座 加把劲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呀 一直心不在焉的 陶宇飞跟陈嫣好了 真的 陈嫣不是一直都喜欢陶宇飞吗 现在 她终于可以了 我知道 这一天早晚回来的 终究有一个人 要代替我的位置 站在小音身边 但我没有想到 这一天竟然来得这么快 而且那个人还是陶宇飞 我已经 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地 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但我的心还是好疼啊 感觉像被掏空了一样 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不好受 可是 也过了这么久了 或许 你可以试着放下 试着走出来 放下 走出来 我也想 哪儿那么容易 你要去哪里 该不会又要去酒吧吧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不用担心我 喝了酒就能让你舒服一点吗 那我陪你去 今天 我们不醉不归 可是 我不是小孩子了 你不用这样 不过你要答应我 过了今天 你要打起精神 重新努力地去生活 你等我一下 我拿下包啊 学长 你是怎么做到的 不知道 突然觉得有灵感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手的问题 恭喜你啊 恭喜你啊 碰到我的胳膊了 碰到我的胳膊了 疼痛 我给我下回来 我还没喝多呢 好重啊 我还没喝多呢 还能再喝一点 我还能再喝 把鞋子脱了 把鞋子脱了 我来 鞋子不能上床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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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来 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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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夏 我不是小音 我是刘可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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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阿武 我不是小音 求求 求求 我去 我去 你去 你去 我去 你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UF可来参加 已经是给罪我们面子了 怎么可能 还帮我们收拾 这样的烂摊子啊 那当然没问题 但我是看在静能的面子上 不知道您和静能公司 合作有没有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 如果陶老师愿意赏光的话 静能有陶老师这么大的靠山 我们的合作 肯定没有问题 麻烦你告诉同事们 我下一场要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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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喝醉了 我 家伍 你在吗? 家伍 你在家吗? 家伍! 邱家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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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道啊! 邱家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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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がえん! 军玉姐 对不起 我知道 我犯了特别严重的错误 我除了辞职 不知道怎么弥补 既然知道错了 就应该想办法去将功赎过 逃跑不是好方法 舅舅姐的意思是 我还可以继续留在公司 让你留公司 不代表你就可以松懈 今天的事 立刻写一份检讨书给我 并且做好善后工作 接下来还会有案子 如果接下来的案子 你再搞不定 我一定会让你走人 谢谢薛娥姐 我一定会努力的 别谢我了 就麻烦你把这份文件拿去先给周围姐盖章 然后呢 再把这个工作接着完成 好好的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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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听吗 小悠 昨天我给你那个文件 你放哪 我记得是在 这个 家五 我的文件好了吗 我刚才说呢 这两张是你的吧 对啊 我说怎么多两张 这是前几天那个案子 对啊 最近这段时间都在做这些 怎么样 快完成了 再修改一些 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不过 好像还是有点问题 行 继续加油 好 谢谢 嗯 嗯 嗯 by bwd6 家五 你就打算这么一直躲着我吗 可善 我知道我现在 说什么都没用 真的对不起 我现在脑子非常乱 我 你不用自责了 我不怪你 我怪我自己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而且你还 昨天晚上我把你当成小阴了 所以我才 我 我 可善 真的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